本期节目参与百灵果农会动物周串联活动 并取我们一贯的爱护动物精神 2021年 愿我们都能依然敢于梦想持续相挺动物 对同班动物不离不弃 带给它们永远的家 对野生动物少争少夺 勿惊勿扰 还给它们栖息的家 现在就到童话套用到粉丝专页留言 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 简单几个步骤 大家一起挺挺动物 还会有隐藏的好看哦 本串联活动由挺挺动物赞助 挺挺动物是一个将爱心化为行动的动物保护组织 现在就搜寻挺挺动物 了解更多动物保护的资讯吧 多一个岛最热 好久到 嗨 我是猫猫 欢迎来到童话套用到 一起从童话故事里发掘生活中的各种小知识吧 我们都来套用到更新哦 嗨 大家好啊 跟你们说哦 昨天我妈妈带我去动物园玩 在台湾动物区看到了好多好可爱的动物 超疗愈的耶 其中啊我最喜欢的是梅花鹿 小鹿的眼睛真的好大好漂亮 水汪汪的 嗯 听解说员姐姐说才知道 原来我们台湾以前也叫做鹿岛耶 哦 是哦 好酷哦 没错 大概在三百多年前 荷兰人来台湾看到岛上有很多美丽的梅花鹿 所以就称台湾为鹿岛 梅花鹿的英文也叫做 Formosa Cicatier 而且鹿这个字的读音跟福禄兽的鹿一样 所以从以前到现在 大家都把鹿当成吉祥的象征哦 只可惜在将近四百年前 台湾受到荷兰还有西班牙的统治 当时西方国家很喜欢鹿皮制作成的东西 所以他们就大量的猎杀梅花鹿 导致野生的梅花鹿几乎绝肿了 你是 嗨 我是郭琳哥哥 小当家哥哥因为感冒了 所以今天在家休息 我就带着我的机器人Saturday 一起来这里陪大家听故事咯 跟你们说哦 郭琳哥哥不但是一位演员 还是一位声音演员 也就是配音员 还是一位诗人呢 他有一个介绍诗的podcast节目 叫诗人说梦 他写的诗集啊 隐声咒 最近也刚刚上市哦 哇 这么厉害哦 谢谢 谢谢 好吧 虽然看不到小当家哥哥 但是啊 这么做是对的 大家如果觉得自己生病了 一定要好好待在家里 不可以出去外面趴趴走哦 猫猫你说的没错 我们回到刚才说的 猫猫在动物园里面看到的是 后来我们用人工培育的梅花鹿 现在富裕非常成功了哦 所以梅花鹿已经不是 平临绝种的动物了 但是真的希望大家 各位岛民们 从我们做起 我们都要好好尊重所有的生命 好吗 好 大公公 嗯 摸摸说到了梅花鹿 那我们就来说一个 和鹿有关的故事 是奥地利作家 菲利克斯沙顿的 小鹿班比 故事的开始 是在刚刚进入夏天的时候 一个绿意盎然的森林中 植物散发着芬芳的香味 各种动物们生龙活虎 活蹦乱跳 在森林里 回荡着各种不同的美妙声音 嗯 这样吧 用说的不足以形容 我们就来听一段 大自然的声音吧 大自然的声音 是不是很好听呢 就在这些声音中 一只可爱的小鹿诞生了 刚刚出生的小鹿 用它四条细细长长 摇摇晃晃的腿站了起来 鹿妈妈的小鹿 鹿妈妈用恋爱的眼神望着它 鹿妈妈不断地舔势着班比 鹿妈妈不断地舔势着班比 而班比 也急切地喝着妈妈的奶 小鹿班比是一个好奇宝宝 妈咪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鹿啊 哦 那除了妈咪跟我 还有别的鹿吗 小孩子 当然还有很多了 妈咪你看 这里有会飞的花耶 那是蝴蝶哦 哦 还有会飞的草耶 那不是草 那是炸猛 妈咪 那这个 班比 你应该用自己的眼睛看 用自己的耳朵听 自己寻找答案 才能学到更多哦 哦 好哦 那我看完 如果还是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问妈咪吗 那是当然的啊 那妈咪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嗯 现在是傍晚 妈咪要带你去认识草原 一个我们可以自由自在 活动吃草的地方 但是也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 哦 嗯 等一下妈咪先去看看 如果你看到我往回跑 你就要迅速离开 跑得越快越好 嗯 嗯 我一定会追上你 知道吗 嗯 但如果没有危险 我会叫你出来的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哦 好 路妈妈慢慢地走出森林 她仔细地观察周围 聆听四周的动静 确定没有危险之后 她转身呼唤 班比 快出来看看 妈咪 妈咪 快来啊 班比 一圈 等到跑累了 班比回到了妈妈的身边 妈咪跟班比说 孩子啊 你要记住哦 我们只有在清晨 傍晚和夜晚的时候 才可以来草原哦 为什么 难道白天不能来吗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那要冒非常大的风险 因为我们路的颜色 在草原上很明显 很容易成为被追捕的目标 之前有很多路在白天进入草原后就都没有回来了 白天待在森林里才安全 那为什么待在森林里才安全呢 因为危险来临的时候 森林会为我们发出警报声 像是树上的叶子和树枝会被碰得沙沙作响 地上的落叶会被踩得发出稀稀苏苏的声音 而树上的鸟儿也会提醒我们 哦 好 我知道了妈咪 在他们走回森林的途中 前方的草丛里传出了脚步声 班比紧张地问 妈咪 那就是什么 别怕别怕 那是我的表姐爱儿 也是你的阿姨 她今年呢 生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你们一定可以成为好朋友的 来 我们去跟他们打招呼吧 爱儿阿姨的两个孩子是一男一女 男生叫波里 女生叫丽雅 他们都是和班比差不多时间出生的孩子 所以很快就玩在一起了 你们知道什么是危险吗 危险是个很可怕的东西 嗯 我知道啦 但是 它到底是什么呢 嗯 我觉得危险 就是我们碰到 就该立刻逃开的东西 那我们要怎么才能 孩子们 该回家啦 哦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班比也一天一天长大 他照着妈妈说的 多用眼睛看 多用耳朵听 于是 他对森林和对其他动物也越来越熟悉 他最喜欢猫头鹰了 因为他们的眼神看起来很聪明又很威严 但是啊 其实是个淘气鬼呢 像是他的好朋友灰灰 老是喜欢躲在高高的树上发出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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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可怕吧 啊 好可怕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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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小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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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你真的有话耶 哦 哦 哦 几个月后 班比已经是个大孩子了 每当班比想靠近妈咪跟他撒娇的时候 妈咪总是会把他推开 班比 你已经长大了 你必须慢慢地学习自己面对一切 可是妈咪 我还不想长大 大家都会长大 这是你一定要学习的功课 妈妈说完就留下班比离开了 妈咪 妈咪你在哪里 你怎么不见了 妈咪 班比现在觉得好孤单 好害怕哦 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待在森林里 他侧耳倾听声音 仔细闻着周围的气味 还是没有发现妈咪 但是 这是什么味道 好刺鼻哦 接着 他看到一棵树旁 站着一只奇怪的动物 他好高 好瘦 脸好白 鼻子跟眼睛的周围 怎么都没有毛 这是什么动物啊 好恐怖哦 班比吓得都忘记逃跑了 直到那个动物往他这边跨了一步 他才惊慌地转头狂奔 他努力地跑进森林深处 是妈咪 妈咪 孩子 你刚刚看见了吗 嗯 那就是危险 记住了 以后你只要闻到那个味道 就一定要拼命地逃跑 知道吗 嗯 哇 我知道了 嗯 时间过得很快 夏天过去 冬天来了 这是班比出生后的第一个冬天 一直绿油油 枝叶繁茂的大树 现在都变得光秃秃的 大草原上的草 也变得枯枯黄黄 很多动物都让自己睡上长长的一觉 让自己不用在寒冷的冬天寻找食物 一觉醒来就是春天了 但是啊 班比他们并不会这样睡觉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年当中最难度过的季节 这一天 天上飘下了一片片 白色的冰冰的东西 班比伸出舌头舔了舔 哇 好冰哦 妈咪 这是什么 这是雪啊 只有冬天才会下雪哦 哇 雪好美哦 真的 白色的雪 我的脚好痛哦 从天上飘下的雪 看起来很轻很软 但是当雪累积到一定的厚度时 就会变得很硬 因为挖雪 班比稚嫩的脚 被划出了一道又一道的伤口 孩子 为了生存 你一定要忍耐啊 哇 动物朋友们要在大自然中生存 真的好不容易哦 嗯 对啊 嗯 我有问题 嗯 某某请说 冬眠的意思是在冬天睡觉对不对 没错哦 嗯 我们每天都睡觉 冬天也睡觉啊 可是好像就不叫冬眠 因为冬眠是专门形容动物在冬天的时候 用睡眠来抵御寒冷的一种专有名词哦 哦 所以真的有动物会冬眠哦 冬眠 指的是变温动物 以及某些哺乳类动物 和少部分的鸟类 在寒冷的季节会通过降低体温的方式 而进入的类似昏睡的生理状态 以度过寒冷冬天的行为 大概在秋天的时候吧 需要冬眠的动物呢 就会去寻找可以冬眠的地方咯 像是中空的树干 或者是地洞等等 它们会在里面铺上草 结杆 叶子 还有毛等等的当成床 到了它们觉得很冷 应该去睡觉的时候 就会进去好好的睡上一觉 大自然很奇妙对不对 不同的动物啊 都有自己的生存方法 我们大家一定要互相尊重哦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了 我们会把郭琳哥哥的节目 以及她的诗集资讯放在粉丝专页上 喜欢读诗的爸爸妈妈可以参考看看哦 没错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 有一天 小宝在阿嬷家无意中 被两个小精灵带往神秘的黑影王国 在黑影王国里 先后遇到喜欢恶作剧的凯西公主 和阿嬷长得很像的巫师罗兰 展开了一段拯救黑影王国的冒险旅程 第四度嘉演的黑影王国历险记 跟着阿嬷去旅行 是台湾第一部结合皮影元素的亲子音乐剧 真人演员与皮影戏偶一起演出 创造全新的娱乐体验 培养想象力与创造力 好听好看又精彩 1月30到31号 在台北市亲子剧场 邀请各位大小朋友 一起走进黑影王国的世界 现在只要到童话套拥倒的粉丝页按赞 并告诉我们你的新年新希望 就有机会免费去看这部亲子音乐剧哦 分享活动贴文 还有机会得到隐藏版的加码礼物 购票使用专属折扣码 PM1200Story 也可以有85折优惠 所以一定要来粉丝页逛逛哦 等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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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咛語言 咛呆